小朋友們 你們可以學習 注意看一下 我們阿美族群人帶有一個非常特別 有一個 不是硬性規定的 這個是有原有的 背阿美族的群人帶 不管喜慶宴會 都是以右背走絕 從右邊背到左邊 這個是最正確的背法 如果不憲 你們家有人忍心 有人冠意 還是你要到醫院做一個探訪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這個群人帶務必謹記確記 反過來背 從左邊背到右邊 左背右斜 這個就是臨時你要去探親到哀家的時候 你就可以分辨出來我們阿美族的群人帶 為什麼是阿美牌 我們阿美族的群人帶 以前農業社會的時候 是老齡家的一個背帶 裡面是一個專制的一個袋子 是裝檳榔跟香菸 因為時代的變遷 現在呢 我們群人帶 都是拿來贈送的貴賓 如果下次你有機會到部落 在部落參與我們的各項 風圓祭的活動也好 或是是喜慶樂會也好 你都有機會排到這個群人帶 如果你就要記得 群人帶 因為你是貴賓 你是這隻 他是棒的 所以才有資格背這個群人帶 我們的花蓮阿美族的群人帶 總共有兩種的群人帶 所以呢 我們這個是阿美族的群人帶 是以紅色為族 紅色為族 然後花蓮的群人帶 是四四方方的 四四方方的就是花蓮的群人帶 接下來特別介紹我們台東的群人帶 台東群人帶 不一樣跟花蓮的特色是 台東的非常的艷麗 它是三角形的 然後呢 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手工編織 這個一針一線一定要用手工 所以呢 它是輕便型的 三角形的群人帶 你看我們的勇士 他背也是右背 排到左邊 這就是這麼大的排版 你不要去排 我去排就不對 所以今天在介紹群人帶的同時是 介紹花蓮地區的群人帶 是四四方方的 台東的群人帶是三角形的 台東群人帶有一個特色 它的肩帶都比較細 為什麼 它們都是用手工做的 而且是用十字編織出來的 從手工去編織 所以所有的服裝裡面 沒有這個群人帶 等於沒有阿美族的精神 所以我們的服裝 從頭到尾最重要就是這個群人帶 群人帶代表我們阿美族的精神 所以我陸子老師在這邊 慎重的跟你們介紹 也讓你們今天體驗到 我們阿美族的群人帶 就是這樣子的 謝謝我們的至中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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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